新的一年才刚开始又有民众酒驾上路酿醇事故 以身事法实在是要不得 台11线新社段6号下午4点多 就发生一起交车和小货车查状事故 双方驾驶都受伤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而其中小客车驾驶9车值高达1.39毫克 凤林警分局也依公共危险罪嫌 将他移送地检署侦办 监视器画面中 清楚录下了两部车发生查状的那一瞬间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6号下午4点多左右 台11线43公里新社路段 南北向行驶的轿车与小货车发生查状事故 到场处理的凤林警分局调查 双方驾驶虽然借有受伤 但送医后并无大碍 不过其中小客车驾驶 9车值达1.39毫克 依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花联地监署侦办 警察双方经有合格驾照 其中小客车中性驾驶人 9车值达1.39毫克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嫌于送花联地监署侦办 本案援警已一程序完成现场车会收证 造势责任带送专业单位 检验分析与离心造责 车祸相关的造势责任 警方也已调查厘清 而新的一年仍有民众铁齿酒驾上路 最后酿成事故 虽无重大人员伤亡 但以身试法实在要不得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